3月17日晚 来自清华 北大两所学府的辩论队 在清华大学展开辩论 辩论现场引来大量学生围观 这么精彩的神仙吵架 自然都不愿意错过 七点的辩论赛 六点队伍已经 此次神仙吵架的变体 极为日前很火的 夸夸群和喷喷群 用网友的话说 这是一种 一场舔狗和喷子的终极对决 北大辩论队支持喷喷群更有用 部分观点是 大家需要有空间 宣泄自己的负能量 夸夸群也不能消解压力 还是找个女朋友抱一下 这件事情夸夸群 会夸你这是你知识容量 太多的体现 但是您能因为这样一句夸赞 再也不学概率论了吗 最后您考了61分 你的是有跟你说 还有59分的吗 那您就可以直接退学了吗 我在喷喷群里也不是无下限的喷 更多时候是一种秉持着快乐的杠 情绪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沙雕钻子带给我们的快乐 双方都有 一方面是宣泄压力 及您方说的赞美的快乐 我们也同样都有 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是努力 喷喷群恰恰是告诉您 不要沉浸在那些虚妄的夸奖之中 从别人不那么友善的言论中 发现自己有用的闪光点 喷喷群告诉我们这个社会 就是多元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 你要学会接受它 你在接受的过程中 不断培养自己解压的能力 这才是今天真正有意义的 清华辩论对支持 夸夸群更有用 部分观点是 应该在夸夸群里 通过安慰的方式 消解不开心的情绪 进去夸夸群之后 即使这些认同有时候 看上去比较虚假 但是心理学家 有个理论告诉我们说 那些善意 即使是被包装 在一些谎言之中的 那么人们 对这些善意的感受 并不会打折扣 这个理论 我们叫它彩虹屁理论 即使彩虹屁它 就算是个屁 它也是一个 能让你心情愉悦的屁 你今天鞋被踩了 喷喷群一定要喷一个 无辜的可怜人 以不要脸的方式 来发现你的情绪 但夸夸群夸的人开心 被夸的人也开心 是不是您的方式的 双倍快乐 对方便有说 当自己有负面情绪时 应该在喷喷群认清自己 你都负面情绪了 你还找喷 这能缓解 你的负面情绪吗 我概率论学不下去 他们说是概率论 这门课配不上你 这件事情喷喷群 只能喷得我更加抑郁 更加不想学这门课了 现在社会中 能有多少人 能像夸夸群一样 给你无条件的心理支持 你绝对见不到 那些真正厉害的人 在夸夸群里求夸 我去年买计 我女朋友好漂亮 因为这些人 已经有足够的幸福了 足够的自我认可 求夸的多数是一些 自我怀疑的人 这时候 夸夸群 就能给你自信 网友也加入到 讨论中 不少网友表示 这是清华北大 在神仙吵架 大家也发表了 自己的观点 你支持哪一方 就